老花一美日一达 很难瞎测宝们的养花问题 您好 我看您发日评 热心解决花友的问题 我这个坐标是南京的 发财树一直放到客厅里面 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 花友啊 这个是感觉是稍微有一点冻伤的那种感觉 您可以修剪修剪 烂根估计应该不会怎么烂 您浇水在一块拿捏一下 就是干了再浇 不干不浇 温度低了以后 发财树会出现这种叶片的这个样子 我那几分也有冻死的 好吧 这个很纵长 但是心意还蛮好的 你像冬天啊 稍微冷一些的时候 大家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 这个冬天没事的 发财树是不喜欢阳光的暴晒 但是冬天的阳光晒一晒 没什么事 好吧 尽量呢 就是放到一个温暖一些的地方 光照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别暴晒啊 浇水在一块还是拿捏干湿循环 老掉的叶子呢 您就剪掉 适当的撕以肥料 哎 发财树很好眼啊 这花友们都发财 哎 动动你们发财的消息 说该点赞点赞就行了 老花衣 我想问一下 字子花叶 有白色的东西是啥玩意儿 就牙顶有这个东西 这个叫戒翘虫 我的臭膀啊 这是先期症状 如果不多的话 您就给它剪掉吧 好吧 不多的话就剪掉 用水什么冲一冲 如果多了的话 一泛滥 这个就很头疼的 好吧 叫戒翘虫 有的话说不是戒壳虫吗 它多阴质 在我们行业里面就念翘 好吧 你像地翘不念地壳 如果说大面积的油 如果说很多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阿维 定虫米或者是晒虫琴 我们家又卖这个小蓝毛 都可以去解决一下 那这个兄弟啊 看看 新重的看看还有救没 这是什么东西 新重的还有救吗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救了 已经烂了 已经烂没影子了 给我的感觉 好像就是你们 那比较冷的感觉是吧 一个是冷啊 还有一个是水大的那种感觉 具体不祥 反正是基本上没什么救了 如果说完整的那个叶片呢 您可以就是剪一剪 剪一剪以后 可以尝试性的去牵扎牵扎 不过不排除现在太冷了 下一个话 这个柠檬是不是肥多了呀 这个柠檬不是水大的 就是肥大的一个体现 因为它叶脉发黄 这种黄呢 它属于这个就是水大和肥大的一个体现了 另外的话 多给足一些光照啊 浇水在一块 咱们不论任何时候养任何花 在任何地区 你还是任何人 都是保持一个干式循环 干了就焦 不干不焦 干透了 一定要焦透 好吧 这个就是有点水大和肥大的一种体现 我估计应该是水大 好吧 缺光 通风差那种 肥我估计应该不像 老花一你可以帮我看看香雪兰吗 一样都这样 这个是一些病害病菌类的 大家可以用一下 你像如果说大家也觉得这种情况呢 你就可以给它剪掉 剪掉之后呢 去喷一些个杀菌药 你像那个甲鸡脱布筋 还有这个多菌磷 你如果说比较嫌烦的话呢 我们家也有卖那种抗菌素 你也可以用 好吧 这个呢 就是有一点那个缺光啊 有一点那个岔梦的意思 多给一些光照没什么事 好吧 该剪那就剪吧 没办法 您这个土还用个保温箱 这样的话很容易就烂根 尽量的你还是传统一点 你用个正儿八经的那种 就是花盆 排水透气好一点 让它像个样的去养花 好吗 好了 今天的养花问题呢 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有其他养花问题 视频要里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仁一 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和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不见不散 拜拜